第十三 而十三即是在下午的時分 他開車離開 他不喜歡在陌生人家過夜 所以他明早再過來 而下午 村裡的人都圍在我身邊 紛紛向我問一些陰陽風水鬼怪方面的問題 而算命先生同樣身邊都是圍滿了人 大家肯定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而算命先生也是來者不拒 而當他算了一些命運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他軟轉地點醒人 反而初五最有空 最後他和村裡幾個年輕人混熟了 後來他們計算了一計 決定上山上山撞撞彩 到了晚黑吃飯的時候 他們真的帶回來了一隻很肥大的野兔 大叔的老婆 大叔的老婆 倪倪拿拿把野兔拿進廚房 做了一道紅燒兔肉 邀請村裡的幾個老人一齊來吃飯 吃完飯之後 已經到了八點 我和初五坐在門口裡聊天 而沒有人的時候 初五就靜靜靜雞就問我了 小出啊 不就是扔幾塊墓碑出去 由於對 discussion 阿姨姐 需要不需要太麻煩 你以為了 你以為我自己拿虎來生嗎 如果可以很快便要做事情解決 我又怎會這麼悶悶悶悶 如果随便就这样就把那几块墓碑丢出去 我啪啪梯友走了就没事 但是人家一家就会走大煤运的了 而且我还觉得有点不对路 什么啊 还有什么不对路啊 反正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对路 至于哪里我都说不出来 我硬是觉得还有些事要发生 站在院里面 我的心里面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而早上那时我并没有说出理 而初五都有一点紧张 他站在我的身边 他也感受着周围的气氛 小出啊 会不会是这个院有什么古怪啊 嗯 明天就知道了 明天这棵树要连根挖起身 连根挖起身啊 好大动静的啊 其实并不是每一条根都要挖出来的 把竹筋挖出来就可以了 初五真是点了头 他搞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的力气 连竹筋都要挖出来 不过他也没有问为什么 他知道我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 而转头啊 初五真是邪笑着就看着我说了 嘿嘿 真是没想到啊 人家生不到儿子啊 竟然是这样的原因啊 喏 如果今次你搞定这件事之后呢 人家真是生了弟弟 估计啊 以后每天都有人排长龙过来找你医病啊 嘿嘿 哎呀 好好笑啊嘛 其实刚刚都是一个巧合来的而已 并不是所有情况都是这样的 错误想下也都是吧 他干笑了一声啊 喏 讨不了弟弟这些问题呢 其实还是要遵循医学的规律 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在个大门口那里又聊了十几分钟 跟着各自回去睡 而关了灯之后 整个世界就变得黑暗了起身 去到半夜 一声尖叫打破了宁静 大叔家的感应灯全部都亮着 初五一夜就弹了起身 什么声音啊 什么事啊 听这把声 好像是大嬸的吧 这阵我都弄到身 站在一个房间门口静静地听着 全屋的人这阵 全部都被惊醒 个个都亮着灯走出来 发生什么事啊 发生什么事啊 谁叫啊 谁叫啊 过了一阵 我和初五两个也都开门出去了 而大叔家的所有人这阵 全部都聚在一起 只见白仔的老婆 他穿着一件睡衣 披头散发地站在一个长角落头那里 他的面前 跌破了一只水杯 玻璃碎都撒到一地都在 白仔就问了 什么事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自从这段时间 他们一直吵架 所以他们就分房睡 就算今天下午暂时和好 也都是这样 而这阵 大婶他就震腾腾地说了 半夜 咦 我就口干了 那我就起床倒点水喝了 那喝完水了 我就准备回房了 谁知道 就在我转身那一刻 我看到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 那女人头发很长 好多人害怕 大婶一路说 整个嘴唇都白了 他就整个蹲在地上 什么呀 穿着白衣的女人 头发很长 那你 你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啊 白仔叔就不停地问 他觉得 杯子是个凉浸浸 虽然这里是自己家 但是这阵 他的心也很慌 大婶 他牙关都打了枕 整身就缩住了 那个女人 头发很长 整块面都遮住 看不清啊 而阿婆这阵 也都声阵阵地说 长头发的女人 是什么来的 是不是鬼呀 阿婆都这么大个人 自然各种传说她都听过了 鬼这件事更加就不陌生 茶余饭口 村里面的人都会有空 拿来聊聊 而白仔叔马上就反驳 哎 妈 不要乱想东西了 这个世上哪有鬼的 其实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自己都在震 并没有什么底气 事实上 他心里面都是这样想的 只是为了不增加自己老婆的恐惧 而已 他不敢说出来 而一听到个鬼字 大婶 他就好像受到了什么很大的刺激 那样 他整个都站在身上 一声大叫 鬼 是啊 阿周是一个女鬼呀 他入了我们家呀 他把声 在寂静的夜晚里面 传到很远 村里面的几只土狗 也都在吠了开始 不用怕 不用怕 有道长仔在里 不会有事的 大叔这阵 就不停拍着自己老婆的背脊 一直不停安慰 而木刚 就是不停看着我 那到底 这个穿着白衣的女人 又是什么价格呢 我们留下集 慢慢说 第三百零五章 我轻轻走着唐尾 围着大婶转了一圈 最后 在唐屋的乡案上 拿了一张纸钱 接出了三条狠 麦念咒语 把纸钱掉在地上 我一看 不禁就出声 对 确实有东西进了 接着 我把地上的纸钱 执起来 纸钱上面 已经有几条黑色的痕迹 而这些痕迹 就好像有人用鞋踩过 那样 什么呀 是什么来的 刚才掉下去的时候 我明明看到没有东西 这个 这个是鞋印 我随口一说 然后 把纸钱搓成一块 然后烧起来 这些东西 我看得多了 刚才我掉出去的纸钱 我是用法印加持过的 只要在三个时辰之内 有不干净的东西经过 一定就会显现出来的 初五真是掩着嘴 抹大眼 喂 房里面 还真是有鬼呀 我也很屈欠 我摸着鼻子 虽然我是个道士 不过 都不用去到哪里 都会碰到这些东西的 是吧 而伯仔叔 他真是不敢自信 他自己家里 常年都供奉着香火 又怎会有这些东西进来的呢 阿婆的震 也声都震了 地问 小徒长 他真的有那些东西进来吗 他真的走了 放心 已经走了 我就说得很轻描淡舌 因为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因为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只女鬼 为什么突然间会走出来 吓大嬸 不过我确定 他现在就肯定不在屋里 而那只女鬼都不是傻的 如果遇到我 他肯定会吃虧的 接着 我就马上对大家说了 放心 已经走了 你们回去睡觉 不会有事的了 而大嬸 真的不断转头 说什么 他都不肯一个人回房 刚才真的把他吓得不轻 虽然我一直都说那只人家走了 不过 万一他再回来又怎样呢 而其他几个人都是这样 鬼才知道那只女鬼 下一刻会出现在哪里 那 那 那好吧 你们如果害怕的话 今晚 全部都在堂屋这里 将就着一晚 屋里的人 没有反应 所有的目光都全部落在我身上 我真是苦笑 送佛送土西 反正这种情景 我都不是第一次遇到 也知道大家的心理是如何 好 好了 我就在这里守住 听到我这么说 屋里的人 全部这样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我在这里守住 那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而为了彻底消除大家心里的顾虑 我就去了每间房 全部都转了一圈 一切都正常了 这一阵我心里就默默地想 难道是一只过路鬼 无意中闯了入泥 我一路想 一路就把旁屋的大门打开 来到了院里面 后半夜月光就没了 而外面真是漆黑一片 那棵老耻鼠 正正地扑伏在黑暗之中 又如一只怪手 我站在大门口 看着院里面的这棵老耻鼠的方向 过了好一阵都没有反应 而就在这阵 突然间 传例了一阵 在这个黑暗里面 增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息 而猫头鹰 农村里面的说法 就是一种不祥的鸟鱼 他们去到哪里 哪里就会死人 而堂屋里面的几个人 本来就已经被我安抚了下去 心中的恐惧也少了很多 但猛然间听到这样的叫声 真正 个个的心都低起来 他们伸出头 睁大眼睛向院里面看过去 好惊一个不留神 有什么东西冲进来 我眉头紧皱 这只猫头鹰 是闻到死气的来 莫非院里面有死气 我习惯性摸了个袋 才发现罗盘还在房里 而初五醒目 见到我这样的举动 立刻就说 小春我去拿 好 然后转头就跑进房 只是当初五刚刚离开个院 然后就有了动静 这一阵 并没有起风 但却是听到 树叶在那啥啥声响 我心头一紧 反手之间 从袋里就已经拿出一枚铜钱 夹在纸间 一道阴风吹过来 这棵老耻树的方向 有一道白影 一下就飘了起身 是一个女人 穿着一件白色的兽衣 头发就很长 遮着面 看不真的样子 初五刚刚拿了个罗盘 走出来了 看到这个样子 哇 鬼啊 他已经摁不切瓜嘴了 见到初五这样的表情 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用不用这么夸张 又不是第一次见到鬼 喂 你不要这样吓人 就是一些阴魂 不用那么害怕 我拍了一下初五 好无奈 而初五 真是眼珠转了一转 他把罗盘狠狠地转到我手里 哎呀 你以为 个个都好像你这么大胆 我啊 我从来都没见过你害怕 我不是你 喂 喂 喂 小七 五刚才那只眼 生什么样子 呵呵 还可以生什么样子 他生前什么样子 现在就是什么样子 我真是无所谓这么说 对于这一点 其实我并不在意 咦 因为再恐怖 再噁心的样子 我都见过了 已经有了很强的免疫力 初五就真是死地拋着头 喂 喂 喂 我为什么这只蚊子 会在院里呢 我想了一想 突然间 脑子变成灵光一闪 我似乎联想到些东西了 哼 说不定 他观察到些什么 下午时 我和初五说过 明天这棵老耻树就要斩了 而且 终于连一条主巾都一起挖出来 而就是这样 过了很久 这女鬼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就是这样 静静飘浮在半空之中 抢肠的头发 就这样遮住面 又僵持了一阵 我就一夜喝过去 你是何方阴云 来到这里想做什么 为什么要入屋恐吓生云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 已经坏了规矩 这女鬼 她没有回答我 而是鬼影飘动 一眼飘到了我们的身前 长发就这样被她吹起身 而长发下面那副鬼面 马上就拿出来 我轻轻的眨了一只眼 再马上一个側身 就这样闪了过去 而心里面 说了无数句 顶你的肺 错误 这阵更加夸张 她面色都变得惨白 蹲在地上 不停干呕 好像见到什么很噁心的东西 这个 是一张人面 而准确来说 是一张已经高度腐烂的面 是有腐肉和污血 造成了一张人面 那样 无数只蛆虫在内边 有鱼洞 在爬行 而且更多的蛆虫 正在跌落地 你这个情景 看起来真的翻了位 直接连夜饭都可以吐出来 在这发烂面之中 还发出嘻嘻的怪叫声 腐肉欲动 一个嘴的形状就形成了 无数只蛆虫 正在从嘴里面捐出来 你这个样子 简直在挑战人的极限 小春 这是什么鬼 这个 是死了之后 某一个时间的画面 的确是很噁心 我微微地转着头说 人死了之后 尸体埋在肚里面 臉生出蛆虫的自然规律 它 将这个画面幻变出来 拿来吓人 就不对了 哼 你不用搞这些东西来吓我们了 啰啰现形 我冷哼一声 手腕一肥 将夹在手指之间的铜钱 就拼了出去 而这堆腐肉组成的面 发出了一声的惨叫 最后变成了一道黑气 融入了黑夜之中 走啦 蛤 走啦 错了 这一阵 这样才抹大眼 他周围这么望 豈有此理 他这样的死人样 如果吓一个普通人 还不心脏病都吓出来 咦 奇怪了 这女鬼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是怎样扔脑的 我都没发觉 不对路吧 于是 我咒了唐尾 凌晨正气地盯着这棵老耻树 果岛 风平浪静 什么都没有 而且刚才那只猫头鹰 也都飞走了 哎呀 走就好 她说知她怎么走 喂小七 哎 爷妈妈本来想睡个好觉 谁知被你这样的死人人 吓鬼了一跳 今晚也不用再睡 我没理到初五 一手托起了螺盘 一手捏着法忍 把螺盘开启了 金木五行天地阴阳 阴阳阴阳阻法 螺盘开启 螺盘上边的指针 转转转转起身 最后 正指着不动 指着了一个方向 指针这阵 指的方向 只是老耻树的树根位置 我深深地看了眼的地方 之后把螺盘收起 拍了初五的肩膀 就进回房子 这阵 八仔叔都走过来了 小道掌啊 五安仙外边 是什么情况啊 大叔 你放心 没事 五安仙只不过 是几个夜长在搞阵 哼哼 我就笑着解释 大家的心里面 本来已经人心惶惶了 由于惊弓之鸟 如果这阵我刺激他们一下 鬼才会发生什么事 而屋里面的人 虽然还有疑心 但是听到我这么说 也将疑惑强压了下来 只不过 他们大家仍然都在旁屋里面 坐立不安 而我该说的都说了 该安慰的也安慰了 该保证的 我都保证了 如果大家的心里面 还是有恐惧 我也都无能为你 而在屋里面 最轻松的 也都还是我和初五 虽然我们没有回房去睡 但是 靠在椅上 没有一阵 我们就睡着了 初五 还脚脚的扯起鼻寒 第306章 到了第二天 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 我就睁大眼 我从椅上站起来 书展了一根骨 哼 骨骼白白声 在椅上坐了一晚 身体真是挺累的 于是 我在堂屋之中 走了一圈 特别注意了几个地方 一切都正常 证明 昨晚我们睡着之后 就并没有什么出现过 这一阵 我就偷着看屋里面的其他人 紫剑 个个人 都顶着一对熊猫眼 你们干什么 而我见着大家的木杆都落在我身上 我马上就摸了一块面 还以为有什么邋遢的东西 就在面上 小道长 你离开门 这阵 算命先生去说 他也是一对熊猫眼 显然昨晚就没怎么睡 我轻轻拎着头 笑着说 哈哈 怎样 你们还在害怕昨晚的东西 于是 我就来到了大门口 一下就推开门 放心 没事的 紫剑外边 一轮今日 温暖的阳光灑向了大地 万里无运 今天是个好天气 屋里面的人 个个都走出来 见到这个阳光 个个心里面的恐惧 马上都蒸发了不少 大淡大淡地吸着新鲜空气 白仔大叔和他老婆更加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白仔大叔一阵就问 小道长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开谈作法的时间还未到 一切照旧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大家 白仔叔就呱了一声 于是 就去洗米煮饭做早餐 我就走到这棵老耻树的下面 把手搭在树下边的墓碑之上 立刻一阵梁耳 从墓碑上边传到我手掌心 我从袋里面又拔出了一张纸钳 将纸钳随意摘了两东西 接着在墓碑上就抹着 好 原来如此 我把纸团擦成了一块扔了出去 心里面显然已经有了答案 昨晚出现的那只女鬼 并不是无故突然出现的 而初五这阵也空了来 他捉了一对懵松的伤眼 小七 有没有什么发现感 而我 轻轻地卖了个关子 一切的答案 中五那阵就会揭晓 而这阵 算命先生走过来 他一面感慨地说 小豆掌 你真是一位高人 嘿嘿 哪里是 杜法袁朔各大精深 我只学了一些皮毛 嘿嘿 其实呢 昨晚 我就睡在堂屋旁边的房子里面 堂屋里面的动静 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其实 我也很害怕的 哦 这样的 昨晚只不过是一个巧合 只是一只过路鬼 已经没事了 我就随口一说 我就并不想说太多这方面的东西 我虽然是个道士 做的就是捉鬼的事 不过我就并不喜欢 跟一些不懂的普通人来说这些鬼神之旋 也都不会去乱传传这些鬼神之旋 而算命先生 即是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他顶着头笑了一笑 最后就走开了 因为我不想说的 他也都不会强求 好 哇 唉 睡了睡个回笼觉 初五 今天这件事 没那么简单就搞得定了 于是 我打到个哭怒 拍了初五 然后就回房睡了 我一踏上床 没有一阵就睡着了 因为中午 还要开弹作法 而初五这阵 他就睡不着了 在房里蹲了一阵 然后就扔了出去 一直到十一点 初五才回来叫醒我 简单地疏醒了一番 这阵 八仔叔 已经在堂屋之中 煮好一整桌的菜 非常丰盛 我见到大家的眼神 我就忍不住说了 看来 大家都还是很紧张 我轻轻拎着头 八仔叔 甚至把他几个本家人 都叫过来一起吃饭 而村里的人 也知道我马上要开弹作法 所以 都围在八仔叔的大门口外边 伸长条颈就向院里看了 嘿嘿 小道长 我们 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 不怕就有假了 八仔叔 这阵就倒了杯酒 好喝了一口眼压怕就说了 从前开弹作法这些事 他也是听人说的 而今天轮到自己家里了 多多少少都会紧张 而加上昨晚搞了一搞 他整间家里的人 个个都人心惶惶 嘿嘿 不怕不怕 今天有我在 没事的 说完 我夹了一桌菜 就倒入嘴了 好肯定的保证住 因为 我已经估到 这个院里面 暗藏的玄机 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而吃到差不多了 我就脱口一吻 是的 大叔 这间屋 是不是一间老屋来的 哦 是啊是啊 这间屋呢 应该都有五六十年了 而隔壁的阿婆呢 亦都开声了 是啊 差不多七十年了 哦 那这间屋 应该不是你们的老屋吧 呃 呃 这个 小道长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八仔叔就折了一折 他有点错愕地看着我 他都搞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呢 亦都不清楚 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 要知道 这件事 都是他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了 我轻轻拎着他头就说 住在人家的老屋那里 香火供奉着的 就是人家的祖宗 这样不是很好 八仔叔 他有点疑惑地捉了一个后脑 他搞不明白我说这个东西的意思 而阿婆呢 真是睁着眼睛看着我 因为 他经常都找人算命 同样的话 亦都听人说过 小道长 我们家里这间奥 是几十年前就买人家的 是不是 有些什么不对路啊 阿婆这一阵就立刻问 而我反问了一句 那你们当时买的时候 一定就没请人过来烧香拜神 是不是 阿婆真是讹了阿头 那这件事呢 他也是听说的 当时他家里很穷 根本就没多少钱拿来做这些东西 于是我就继续说 我之前都说过 请神容易 送神难 既然 这是之前人家的老屋 那这间屋里 肯定都供住人家的祖宗 而你们又不烧香拜神 不送走人家的祖宗 接回自己的祖宗 那逢年过节 你们烧香拜祭的 肯定就是供奉着人家的祖宗 其实这一点 是很多人都很容易犯下的忌议 这些就是为什么 在农村那里建新屋 都一定要烧香拜祭 还要大牌延迟请客 就是说给头顶三尺的神灵知 自己已经搬到新屋了 叫他们一起跟着过来 经过我这样的解释 阿婆和八仔叔 才明白其中的关键 就是联想自己过往的生活里面的种种情况 觉得很多事发生的事 都是暗中吻合 立刻令他们的背部骨都凉凉凉凉凉凉 你们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我只是随口一说 等待我做场发事 终于事解决了它 就没事了 放心了 吃完饭已经来到中午的十二点了 没过多久十三也开了车回来 我将昨晚的事和十三说了一下 十三听完也眉头眉眉一皱 他望向了那棵老耻树的下边 到了下午一点我就说时辰已到了 白仔叔马上从家里揽出了一大堆烟花 放在门口瓶瓶瓶瓶地烧起身 烟花炸响整条村都听得很清楚 大家都向白仔叔这边涌过来 在院里马上迫满了村里的村民 男女老小个个都睁着眼 一面好奇地期待地看着我 而香岸早就摆在院的正中央 长香指前等等的东西全部摆好 错误手里面也摆住了一个同龄 他一面得刺地看着周围的人 今天这个场面实在令他很兴奋 他觉得自己今次可以带出一把风头 而我呢 一面缩目走到香岸的前边 摸出了三只长香 点像就插入香炉之中 长香点像清烟了了 烟帽直冲天仔 我对眼死死地盯着点像的长香 站在香岸前边 我动都没动 而院里的人 看到我这么缩目的表情 也都马上静光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种紧张的情绪 在众人的心里升起身 哼 等着长香就快熄一阵 我一声轻渴 右手快速结印 将最后一点香火夹起身 屈指一坦 长明灯的火苗 不停在这里摇曳 噗一声 火苗 跌入早就摘好了的扶子之上 扶子马上就着了 瞬间化成了一个火球 阴阳借发天师全令 佛幕朱邪正亮无缸 我一声低渴 快速夹起一支毛笔 提笔在这个扶子上 又画了一道笔 我左手拿起扶子 离开了香岸 向这棵老耻树的下边走过去 而那一块 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墓碑 正在静静地 躺在老耻树的下边 就像一块普通的石头 没有任何奇特之柱 我蹲下一个身 还画好的扶子 扔在墓碑的前边 最后 在扶子上边 还压住了一支长香 到底我的作法 有信不信你呢 我们留下集继续说 第三百零七章 当我在扶子上边 压住了一支长香之后 我又围着墓碑 在周围插了九支长香 最后还烧了一大堆的纸钱 继而我叫了一声 大叔 拿些麻绳过来 八仔叔 这集就把那些 准备好的六条麻绳 拿过来 我接过了麻绳 在墓碑上打着猎 而这一阵 有些老人眼尖 他看出我打的猎 有些门道 于是就说 诶 这个不是我们平时抬棺材 绑起探的时候打的猎吗 对 猎就打好了 我就叫八仔叔 找来了八个中年人 将三条圆木 将这个墓碑抬出去 最后 连带着大叔门口的几块墓碑 也抬上了西山 做完这些 八仔叔 他送了一口气 接下来 只要把这棵老耳树斩了 就应该没事了 而我呢 真是指着墓碑所压着的地面就说 大叔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这里下面还有东西 八仔叔 他章顺章义 竟然拿来了 番茄铲头 铁铲等等 接着 几个本家人 就一起帮手挖 挖到大概一米深的时候 突然间 一股恶臭就冲了出来 一个本家人尖叫了一声 面色大扁 连手上的铲头都掉了 原来 在这个挖开一米深的坑底里面 出现了一副白骨 而这具白骨的形状 很明显就是一个人的白骨 这副白骨周围的肚子 全部都是暗黑色的 有点湿 而且还不断地散发出恶臭 蛤? 是人的屎骨? 村民地都大惊 面色都变了 纷纷叫了起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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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仔叔 也漏了 他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自己的院里面 出现了一副人的白骨 而这个尸体 已经烂成了白骨 看样子 已经埋了好几十年都有了 一个中年人 周实堂未就渴问 这个 是什么回事? 地下出现一副白骨 是什么案 白仔叔 立即面都青了 漏了口 就说了 村长 我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马上 白仔叔的一个本家人 也都在掩住 这件事 真的不要说 因为 这副白骨出现在他们的院里面 他们就必须要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是 他仍然都在掩住 诶 诶 尸体 都已经 都腐烂成白骨 鬼才知道 什么时候埋下去了 村长 这副白骨 和我个儿子 绝对就没关系的了 我个儿子这么老实 绝对不会做那些伤害人性命的事的 老婆婆 这阵也都放了神 这件事 如果和自己的儿子扯信有关系 那他们这个家就要毁了 而村里面的村民也都在说 他们就很了解白仔的为人 这个埋在地下不知多少年的尸骨 应该就不会和他有关系 小道长啊 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你说句话 小道长 大叔和老婆婆一起都看着我 我这阵走前两步 立场很坚定 态度也很明确 这句尸体 和大叔无关 村里的人 立刻把目光全部都望向我 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不是有什么证据呢 大叔 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没有做过的事 就一定不会赖在你身上 大叔即是勉强一笑 话虽然是这么说 不过这件事 现在就落在他头上 你说他不担心可以放松下来 就真是假了 是啊 大叔 你还记不记得 我吃中午饭的时候 不是问过你的 你这间屋 是不是一直都是你们家的 我记得 这间屋 之前是我爸爸妈妈和别人买的 八仔叔就不停点头 而几个老人在这阵切切私语 这件事他们是知道 这间屋 确实是八仔叔的老爸亲自买的 村长听到 也皱实唐眉就问 你的意思是 这具尸体 是这间屋的原主人卖下去的 而我 就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 我就说了 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诸位长辈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还记不记得 这间屋的原主人 现在去了哪里 一个老人家就开声 他们家人 一早就死了 初五听到 有点震惊 他叫了起身 什么 全部死了 不是吧 在农村 最讲究的就是延续香火 而就算是母生儿女的 也都很少出现全家绝后的事 而这一阵 一个上了年多的老人家 就开始说一段往事 我听其他人说 好像 还是还是民国时期的事 那一家的男人 很坏 坏事做准 后来 好像是去抢劫那些外地人 还要把人家杀了 还要把人家杀了 那后来呢 最后 那家的男人 还没全部被抓起身 就斩头了 那他们家的女人 就把房间卖走了 你说 他们家人 是不是全部死了 哦 是啊 是啊 这件事 我都听说过的 有几个老人 在旁边 纷纷附和点头 这段往事 他们也都曾经听人说过 那 这具尸体 会不会是那家人 把人家杀了之后 埋在自己的院里呢 呃 这样啊 小道长 你 你这样说也有可能的 突然间 一个老人家 又好像想起了一些东西 他惊呼了以身 哎呀 我听我老爸说过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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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